达赖喇嘛于10月6日在达兰萨拉大昭寺最后一天的法会上记者丹真社 达赖喇嘛在传授白杜姆长寿冠顶时记者丹真社 法会最后一天在大殿内听法的中国大陆信众及台湾情法团成员记者丹真社 在大殿外听法的台湾敬众记者丹真社 在大昭寺广场听法的达兰萨拉僧俗强人记者丹真社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五在达兰萨拉最后一天的法会上 向聚集的各方信众传授白杜姆冠顶开示断除今世的贪嗔 追求后世的利益让此生过得更有意义 因台湾佛教信众的齐寝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从星期二到星期五 10月3日至6日 在居住地印度西玛携尔邦达兰萨拉大周四 为来自各方的六千多名信众举行为期四天的法会 传授乐称菩萨所折的入中论及宗喀巴大师所折的缘起赞 在最后一天的法会上 除了白杜姆长寿灌顶 达赖喇嘛还依次向信众传授了居士界菩萨界和怨心遗鬼 达赖喇嘛表示 佛陀的教法因为经得起考验 我们再怎要去观察 只会对自己的信心越加坚定 因此我们要用生生世事来承办一切偏知的果位 断除今世的叛唇追求后世的利益而常常作恶之人 即使长寿其人生便没有意义 长寿的真正目的就是利益众生让此生过得更有意义 其前提则是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在这个基础之上来去修学和接受长寿的加持就会有帮助 达赖喇嘛在传授冠定时强调 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每个人都应该发起善心 因此从今天起要许下承诺 做到不伤害他人 而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利益他人 尽一切努力让万物有情众生获得无上菩提 让每一天所做的善业转为成佛的因缘 达赖喇嘛最后呼吁受戒心重要认真持戒 做到让自己的人生有个新的转折点 并持由于他年事已高 容易提法本月美国之行和下月日本之行已决定延后 而明年一月在印度菩提加耶 虽将继续传法但只能进行 两三天 来自台湾的陈女士在四天法会结束后 向本台谈及听法心得 他说我来达兰萨拉已经无数次了 每一次都有很深的感受 这次特别不同的就是因为是台湾团的情法 然后谈论的是入中论 所以说关于空性道理的部分会有很深的触动 到现在那腰多年来见了达赖喇嘛无数次 可是每一次仅见达赖喇嘛我还是会哭 在被问及对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有何印象时 陈女士留下热泪指 她一直把从藏人之处得到的爱和关怀 用于自己在台湾的生活当中 我深深的感恩在这个世界上 用这一简单轻松的生活方式的人们 可以让我亲眼见正道 而且他们真的把我当成家人一样 邀请我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爱和慈悲 以及从达赖喇嘛身上所学习到的法 藏人朋友们都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上 尤其是在我们身上 原则上我一直把大家给我的爱和关怀 用于我自己在台湾的生活上 我目前一直都是这样的